嗨大家好我是Martin 今天要來演示的是我的 W210的 前避震器的更換 那前避震器的更換的話我們會 先拆這個部分 這是我的駕駛車 然後呢 這個的話已經換成了單顆螺絲 以前的話是兩顆螺絲的 鎖定方式現在用一個那個止滑螺絲 那上面是一個尼龍的一個 那個內部一個螺絲的部分 它可以讓 我們的鎖定也可以非常的穩定 然後另外一側的部分的話是在這個位置 這側 那保護套可以拿下 就可以看到 這是另外一側在副駕駛車的部分 也是把這個螺絲打下 之後呢 我們的檢證器就會往下撐 那檢證器的拆器的方法 我的習慣會先從上面的螺絲開始 先把它 螺母先把它拆掉 那 螺母拆掉之後呢 我們再拆下面的 這一根 這個螺絲 這個螺絲 拆完之後呢 那我們舊的 那個 檢證器就可以整個下來 那新的檢證器在上去的時候呢 在副駕駛車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要稍微用一個 千斤頂稍微把它 我們的 那個 下 三角架稍微頂起來一點 讓我們這一個 上面這個位置呢 能夠通過這 這上面這個孔洞 那我們現在要先鎖的就是我們的 下三角架這一個螺絲 這個螺絲是 17 16號跟17號的那個 套筒或者是那個 板手都可以 好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把 下三角架的部分呢 稍微用一個那個 JACKY把它 頂起來 然後呢頂到 適當的位置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接觸地面的那個位置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上 55牛頓米的一個扭力值 好 那底下的螺絲 我們稍微把它帶上去之後呢 然後我們利用車身的重量 把我們的那個 減震器呢 壓進去我們這個 那個上座上面 那上座的話 它有一個 上座橡皮跟一個 那個 花絲 蠻大一顆花絲 這顆花絲 然後 因為它在 鎖定的時候呢 它會旋轉 所以我們用一個那個鯉魚錢 然後再用一個那個 極輪的一個 板手 然後再把它慢慢上緊 當然在其他的維修廠上面的話 它可能會用那個 氣動或者是電動板手 然後去鎖緊 這個是看每個人的一個 操作方式來決定 然後它在 這個的 螺絲的扭力值的話是 30扭噸米 我們等一下會用那個 我們的扭力板手 等一下會做一個鎖定的一個動作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更換 W210的前懸吊的部分的話 就這樣子 我是Martin That's all 謝謝 謝謝 謝謝